大家好,我們繼續跟香港史學會的鄧家祖博士請教你一個香港歷史有趣的問題 我自己國際關係的背景經常都會研究所謂的非國家過題 海盜在國際關係上是很特殊的存在 但香港歷史其實都是由海盜衍生的 我們可不可以看看香港自古以來何時開始有海盜出現 而他們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海盜起碼有兩種 有一種就是所謂鼠舌狗偷 但亦有一些叫汪洋大盜 所以所謂鼠舌狗偷就是說 其實他們沒有錢,挺而走險 一個團伙其實就是幾個人 看到有人弱勢,我們就出去劫他 當然是在海上去進行這些搶劫的事情都是海盜 但我們一直在說影響香港數以百年 計算四、五百年時間的海盜問題 其實就是在說一些汪洋大盜 當然每個人一說就會提到張寶仔 有很多電視劇都提到他 但實際上那個背景可能很多人誤解 以為我窮,所以我就走下去做海盜 其實這個都不是的 其實真正那個海盜問題 就是跟我們那個華南海上貿易有關 其實中國經常說 我們有海上司徒之路 都有成二千年的歷史 但是海盜問題 為什麼是近這五百年才出現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跟明朝 他那個海禁的策略是有關的 因為明朝,就是朱元璋立國之後 就是有一個海禁不容許那些沿海的居民出海 另外也都不歡迎來自海外的 無論是東南亞、印度 乃至到歐洲的人 你們來中國買東西 其實他當時已經是禁止了 是不歡迎他們來的 所以這個海禁的政策 就造成了沿海的居民 尤其是那些漁民 他們本身其實不只是暴雨 因為暴雨的收入是不穩定的 他們很多時候 以前就透過那個海上貿易 是做一些補給、帶貨、走私 這一類這樣的東西 就來去幫補生計 但是現在因為海禁的關係 就是你不讓別人來賣東西 就是斷了他們大部分的收入 另一個問題就是 在明朝的時候 其實歐洲的航海技術 已經是大幅進步的 他們對中國的貨品 其實就是有增無減 所以也都形成了 就是說你雖然不肯開一些港口來賣東西 不代表歐洲人就不會來賣東西 也都希望打開另外一些的途徑 所以整個的歷史背景 其實是說中國華南裡面的海上貿易鏈斷了之後 而產生一些新的現象 既然不能夠用正常的途徑進入中國買東西 慢慢就衍生了很多非法的買賣活動 由這些非法的活動就衍生了很多海盜的東西 本來以前那些漁民去提供補給 或者是帶貨給它是合法的 那現在你就說它不合法 是不是 因為已經是海禁了 由合法變成做不合法 那這幫人本來正常地去謀生 現在就變成了一種海盜式 因為你說我不合法 我就變成了海盜 那既然是海盜 那我做一些簡單的事 海盜也是被人抓 我做一些殺人放火 搶人的東西 我也是被人抓 其實就推了這一幫的人 就由正常的人慢慢就推了他們 變成了一個汪洋的大盜 那因為歐洲人帶著大量的白銀 現金就來買東西 有時候帶著一些貨 那所以搞一下搞一下 就由搶一些小的東西 慢慢就由老人劫貨 那接著就勒收行水 就是所謂收這個保護費等等 那就慢慢形成了 這一幫華南沿海的居民 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大海盜 那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在當時中國的自己的內政 和國際之間那種的互動 那個計劃是不完整 而導致了一個區域裡面 有大量的海盜的出現 那接著往後幾百年 歐洲人其實都沒有停過來 所以這種的問題 其實就一直延綿了幾百年 都解決不了 所以這些海盜集團 通常都是會有華人 有各式各樣的外國人 就是歐洲那些也好 日本那邊也好 那通常他們裡面的權力結構是怎樣的呢 就是哪個話事 究竟是一個組織有多嚴謹 那有沒有一些類似海盜王的東西 那個hierarchy是怎樣的呢 其實有的 其實都差不多的 跟我們看電視、電影 那因為每個海盜的幫派 其實根本就是幫派 不過陸地的幫派還是海上的意思 他們就是以一個海上的半武裝 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正式軍事訓練的人物 但是你去搶人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慢慢也都會有一個海上的武力的存在 那這幫人他們是幫派的形式去運動 那當然誰窮空極惡 有領導能力 他們慢慢就會成為了一個海盜集團 或者成為一個集團裡面的首領 那只不過呢 在我們歷史上呢 就比較出名的 就當然是這個鄭氏 或者是張寶仔他們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個原由就是說 因為這一幫的人呢 就是一幫海盜 就是他們由原先的漁民變成海盜之後 後來也都加入了一個新的成分 這個成分呢 就是由晚明的時候 因為鄺青那裡那幫人 他們去不了台灣 但是又不能夠留在大陸的那個領土裡面 那所以他們唯有呢 就出海 其實這一幫是有軍事訓練的軍人 不過他現在就剛剛在兩岸中間 又是停了下來 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他們就只能夠呢 就帶著他們的軍船呢 一路走到去中國最南邊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就是香港的水域對出啊 或者是廣東沿海的地方那裡呢 就是繼續抗清 由抗清慢慢就變成海盜 那由這幫海盜 因為它本身是有軍事的一個訓練 他們的船隻不是一般航海的船隻 而是真的一些軍事海防的船隻 那所以呢 也都使得華南裡面的海盜成分呢 那個力量是大量提升 那所以你剛才提到 那他們那個幫派 或者他們那個裡面的組成呢 其實就慢慢就以一種類似軍隊的形式 所以後來我們聽到呢 在福建和廣東之間 那些海盜集團呢 就有些叫做紅旗幫 黑旗幫 藍旗幫 這些的名稱 其實就是說不同的一個首領 他們就帶著若干的人數 然後呢 就在自己一個劃定的水域裡面呢 就是專門去行劫 例如剛剛有個歐洲船來到 那對啦 那你在我的水域裡面 就我們去行劫 就是幫派之間呢 是劃分地盤 而他們呢 就在船上面 就掛著一些顏色的旗幟呢 來作為一種適應 那這個的運作呢 也都是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那據我們前人的一些紀錄呢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原來這個鄭氏的海盜集團呢 就是最高峰的時候呢 有成四萬多人 現在在說做海盜 做海盜的集團是有四萬多人 就是那個誇張程度呢 是你想像不到的 但是你反過來看 你不要只看它人數很多 你做賊 你有四萬人做賊 那就是說你都有相當的人給你劫 你才可以持續到這個數字的 那個海都沒有人來 你劫什麼呢 那怎麼可能有四萬人呢 其實這裡正正是反映在明清之間 這段時間呢 那個的海上貿易呢 其實是相當頻繁的 歐洲人來中國買東西 雖然它沒有正式的渠道 但是其實他們會用一些地下的渠道 各種的方法去買東西 所以其實那裡才造成了 海盜可以持續發展下去幾百年的原因 就是因為一路以來 歐洲人都來買東西 而這裡就衍生了一個新問題 你講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實際的 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你四萬多人的一個團火 可能它還有一些家眷 那你是不是四萬多人 長期都在海裡漂流呢 還是它也有陸地的根據地呢 另外就是說 那裡是龐大的集團 那你要錢的嘛 那它不會把錢放在船上 還是它也有一些銀裝 和你合作呢 他們是這樣的 以現在沿海所知 除了一部分人 在船艦上生活之外 其實他們會佔據一些荒島 因為我們在珠江出口 至到現在我們所講的一個叫做 湛江 在這一帶的水域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零丁的一些島 不是零丁島 是一些很零碎的島 它不是很大 那麼它這些島 很多個都被他們這些海盜 就是盤巨的 那為什麼會盤巨海島呢 第一就是和陸地有距離 那令到就是朝廷的海防呢 以前就很薄弱的 那所以他們就沒有足夠的資源 就經常去找這些遠的海島 那所以他們通常就利用這些海島 就作為他們一個陸地的一個根據點 那例如現在所講呢 在湛江附近有一個地方叫做通州 那那個通州已經就確認了 就是當時這個最大的屯火 他們那個根據地 也都是將那些現金等等 就放在這個島裡面的 很多都 那不是只有這個島 是很多島 所以為什麼香港經常都說 周圍都有張寶仔洞呢 其實都是有一些的 就是歷史的背景和根據 就是說 它會將一些銀兩是周圍發放的 就是擺放 不是發放 周圍擺放 它就以便 如果這個地方被人清招 那麼它另外一些地方 都是有其他存放點 還有它當時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為什麼一個海盜集團 可以有幾萬人呢 它一定是有一個嚴格的管理 當時這個管理是很分明的 例如譬如說 你加入幫會 你會有一些的創傷性的加盟 就是說它會令到你 進來我們做海盜 是令到你永遠會不會回去的 就是你回到陸地也好 是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朝廷也不會接受你 你家人也不會接受你 用這樣的方法呢 是令到你入了我們這個幫派之後呢 你唯一的辦法就是 你已經是回不了頭 就唯有死心塌地 在這個地方裡面 就賣命了 那麼另外就是說 搶到錢之後呢 也都是要有一個很嚴格的 一個上繳 和分配的制度 如果不是呢 你就會受到一個很殘酷的懲罰 但是也都有一些很好的管理 是我們想不到的 例如我們以前看電視 經常以為海盜就是奸淫努略 大奸大惡 又不是的 原來就明令規定 不能夠是奸淫婦女的 有的話呢 又公開去處理它的 那另外呢 就是說 沿海的百姓就一定是憎海盜的 你搶它的 那原來又不是的 原來呢 當時有規定呢 又不准搶淫海那些居民的東西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幫人是提供補給 還有呢 是收取情報 那所以往往呢 他們會用呢 是多於一倍的一個 就是那個物價 比物價高於一倍的一個 的資源呢 來去沿海的地方呢 是購買糧食啊 補給品啊等等 那所以他們呢 也都是容易呢 是收取到呢 是很多地方的情報 那當然它不是公開去進行 但是它是有這些這樣的頭腦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它這個屯火 的人數會越來越多呢 因為它呢 是很懂得管理 也都很有方法呢 是為它們自己 整個那個運作鏈呢 是建立到一個很嚴密的 一個運作 其實我們在這裡 說去吃人 我們在肯定 都不走 吃人 都不走 才是 偷走 那張寶仔洞的故事,我記得我們從小到大聽的時候 我也有一個疑問,他為什麼會把金銀財寶塞在一個洞 其實很不安全的 為什麼?既然他們反正跟這些沿海居民都有這樣的默契 為什麼不找一些人頭去放在當時銀行 但是一些錢莊那裏,是不是會保險一些呢? 如果你做得這些,索性不自己經營錢莊 那就是一個國家規模,為什麼他們不走這一步呢? 我覺得中國的海盜呢,他們有一個的問題 就是他們本身不是有文化的人 那所以對於你說,還有他們經常覺得自己在海上飄浮 他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那所以很多人經常以為他們是選擇那些海島 總之逢是有山洞,我們就放些財富,放些金銀珠寶進去 但是其實他們應該說的選擇不是那麼隨意的 他們是經過很長期的一個考察 加上天氣,種種的原因 他才會選一些肯定是沒有官方的人去到那裏巡邏的地方 他才會用那些的荒島裡面的一些洞穴 可以融立很多人的洞穴來藏寶的 那所以就不是我們香港現在說的那些阿南媽島 長洲那些的張寶仔洞 其實那些就不是他們藏寶的地方 而是選擇過的 那但是至於你說,他會不會有經營這些當舖 或者是銀號這些呢 我們現在就沒有足夠的資料說他有的沒有 不過以我們的理解就是他們那個文化水平 似乎沒有去到這個水準 似乎沒有去到這個水準 那所以我們暫時所理解就是 都是以一些荒島的形式 來去儲存他們那些金銀珠寶的東西 那但是我有另外一樣東西 他是有做生意的 那這件事很多時候我們誤解就是說 海盜只是搶現金 那然後呢就就稱霸一個地方 不是哦 其實他們有商業的活動的哦 他們會懂得利用呢 就是說我搶了你的貨 然後將你的貨呢 就是吊高來賣 就賣回給原有的人哦 那其實他們是有商業的頭腦的哦 不過你說他是懂不懂得是很 就是一些很現實的 好像街市式的就是那種運作 就是你說你說後面那種 透過槓桿原理啊 或者是各種那些食飾啊 這種這樣的方法去運作呢 那我們似乎在華南海盜 我們又不是很感覺到他有這個活動 所以根據剛才那個脈絡 可不可以這麼說香港我們的先人 即是說19世紀剛剛英國來到的時候 那一堆基本上都是沿岸那些 都是海盜的朋友 起碼就跟他們提供情報啦 補給啦 那所以就是自古以來香港人就有 這一種這樣的特色 我們可不可以trace到這樣呢 可以只可以說呢 沿海的居民 尤其是呢 行船 就是說捕魚啊 他可以出海那些人呢 他們跟海盜之間那種的關係呢 是很微妙的 我們知道他是賊 但是我們又在這幫賊的身上呢 是獲取到利益的 他會跟我買東西 他會幫我們補給 就是說我們也都需要依賴這幫海盜呢 來增進我們的生計 所以這幫人之間呢 你可以說他們是friendly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去到整個香港都是呢 這個又未必 你只能夠說沿海那些島嶼呢 是有這個這樣的問題存在的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說呢 就是清朝啊 或者歷代的朝廷呢 對於彈家人呢 他們都是採取一種歧視的政策呢 就是一直以來就覺得這幫人呢 就信不過的 養不熟的 經常都是發放情報給這些海盜啊 或者是幫他們啊 那所以你會看到為什麼說他們 你們全部都只能夠在海邊裏面呢 就是停泊 只能夠在船上生活 不容許你上岸讀書啊 不容許你上岸通婚啊 之類的 這些政策可以說呢 如果不是香港 進入了一個叫做英治的體制之外 之後呢 其實漁民的身份是沒有變過的 在1911年之前 所以 你見到譬如說在新界租借的時候 起碼打了一場戰爭 當地是有反抗過了 但是說到這一邊 最初甚至是有帶路人 就是這個群大陸等等的故事 是不是正正反映了 陸地和海洋這兩種的身份的不同呢 這個肯定是 因為中國始終是一個大陸國家 很多時候他們那個思考的出發 都是一個所謂大陸國家的思維 用陸地的角度去看世界 而歐洲人來 甚至來到我們香港 香港因為剛剛就介乎在海洋世界和陸地世界之間 所以 我們經常說的圍港 圍港兩岸 九龍其實就是陸地的盡頭 中國陸地的盡頭就是九龍 對面岸那個香港島 其實就是一個島來的 這個島其實應該是 就是他就剛剛是海洋世界 所以英國人來的時候 他佔領的就佔領香港島 不是佔領對面的九龍那個地方 所以 歐洲人的思維 和中國那個大陸的思維 剛剛就在圍港兩岸就成為了一個前線 成為一個前線 這兩道其實正正就體現了 我們東方和西方 或者大陸和海洋觀念 那種的衝擊、矛盾、融合等等 正正就在這個海洋裏面發生 我們要這樣去理解香港那個地理位置 和那個歷史背景的位置 才明白 究竟你正在用一個什麼的 一個視野來去理解這個地方裏面的角色 最後一個問題 這些集團去到英國人來的之後 都還存在了一段日子 真正他們消亡 或者是釋迷關鍵點在哪裏 我覺得看他的書都是說 大鵬灣、大亞灣等等 是有海盜出沒的本身 那什麼時候才清潔 一直以來都有海盜出沒 英國人來了之後 因為英國更加了 因為他根本就是以香港作為一個貿易的平台 帶貨、帶錢 所以有些也做開海盜的人 你叫他 他老實說也都轉不了行的 剛才我們說的一種叫做創傷性加盟 就是 你就算說朝廷解決了大的海盜問題 但是那些濕濕碎碎的 本身是做開那些低下層的那些 就是行股額的人 你怎樣叫他出來去開補習社 去投入那個文化社會 是不行的 所以仍然是會有一些人 是從事海盜的工作 只不過那個規模沒有以前張保仔那個年代 那麼誇張那樣的意思 但是可以說 都對香港來講是一個相當困擾的 真正解決呢 其實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個事件就是 是日本人 日本人打中國之後 他們採取的一個封鎖沿海的急攻狀態 那所以就是由上海一路就沿著海邊 所以1938年39年香港旁邊的那些地方 譬如惠州啊深圳啊那些 其實就已經是淪陷了 那淪陷了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進入了所謂日本的一個淪陷區 就受這個日本的軍政 就是因為日本人來了 反而就將海盜縮清了 那所以當1945年重光之後呢 那就真的沒有了海盜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纏繞了四五百年的海盜問題呢 就是在1945年之後呢 才叫做是完全這樣 是絕了職了 在日本來到的時候 那時候譬如說廣州灣 就是站江他還是法國管治 那澳門還有葡萄牙管治 就是最近還有一種海盜的生存空間 就是還有幾個這樣的特殊地 為什麼他們不利用最後這樣的空隙去游走 都是就是要消失呢 海盜有一些就是他們是本身那個謀生 他們轉不了行啊等等 那他們都只能夠繼續挺而走險 但是呢 他也都這麼說 海盜其實都很有性格的 我們發現海盜很多都道役有道的 譬如說在國家的危機啊 大是大非面前啊 其實他們都有他們自己那種愛國的情緒的 那譬如說香港講的城門 那李萬榮這個海盜 他就是因為要抗清 因為他不承認滿洲人 所以他就在就是一路走到來香港就 就盤據這個今天講的沙田 荃灣之間那個城門 那其實也都有很多這些這樣的例子 那你說會不會因為是抗日的關係 再加上日本人那個雷厲 就是那個很急功的一個狀態之下呢 就是令到他們已經沒有什麼生存的空間呢 那還有也都在那個國家戰亂的環境之下 他們都就是你再去劫澳門 或者再去劫法國人也都不設實際了 因為也都不是有那麼多的貨品 或者是你了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沒有辦法知道 不過就是看他來講 似乎在去到一個這樣的環境之後 其實他們的生存空間本身已經是很低的 因為整個國家本身已經沒有資源 也都沒有東西可以劫 所以最後 如果我們想看這段歷史 看長洲那張帽子洞 似乎都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都是應該看回再遠一點那些比較大的 可能在暫江那裡的那些島 才可以憑調當時他們最全盛時期的情況 是啊 沒錯 現在不過那個島也很難去的 那個島是一個禁區來的 所以變成現在只能夠看書籍 看紀錄片去理解這些情況 好 相當有趣 希望我們香港朋友也多了解幾百年前的歷史 其實一切某些的原理 任何時候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今天再次感謝鄧博士和我們的分享 大家保重